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鲁国的政权交接算是正常事件 另外两件事不但不正常 而且很让人看不清 这一讲我们谈谈第一件事 齐国杀掉了国内一位叫牟的大夫 原文是齐杀齐大夫牟 杀了一位大夫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首先要说的是 这条史料出自史记 史记在田径众丸世家和六国年表里面 都记载了这件事 措辞一模一样 原文是这么说的 杀齐大夫牟心 显然这名死者名叫牟心 死者同间漏掉了最后的心字 这位牟心大夫到底是什么人 到底做了什么事 到底因为什么被杀 到底又是被谁所杀 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司马迁和司马光应该也不会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既然这样的话 他们又何必在西末如今的史书里边 记上这一笔呢 尤其是司马光 记载这样一件眉头眉尾 不知所云的事情 到底能有什么资质的意义呢 很可能 并没有什么意义 只不过这种写法是来自春秋的传统 换句话说 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并不重要 但记载这件事所使用的巨型 是春秋的一个经典巨型 是所谓春秋笔法之意 影响甚远 我们先来掂量一下 杀掉本国的一名大夫 这到底能是一件多大的事 今天我们看惯了帝王时代的历史 觉得杀掉一两个大臣 不算是多大的事情 而在宗法时代 大夫不仅仅是高企官僚 高企贵族 还是家族长老 打都打不得 更何况杀 所谓行不上大夫 比不下庶人 大夫既有身份又有辈分 就应该是被以礼相待的 所以我们看春秋时代的历史 大夫如果犯了罪 通常的处理方式 都是让他脱家带口 带着带着走的财产 出国 在国外还可以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而他的爵位 官位和国内的那些不动产 完全不用他担心 自然都会传给他的法定继承人 那么不难想见 如果要杀掉一位大夫 不但是一桩天大的事 而且属于非礼 既然有了这两点原因 当然就值得被史书记录在案 以敬效尤 战国时代 随着各大诸侯不断强化中央集权 对本国大夫生杀与夺 变得越来越不是个事了 但毕竟宗法传统的惯性还很强大 杀掉大夫这种事 再不是个事 也还是个事 各大诸侯的档案里面呢 或多或少应该还延续着春秋时代的记录方式 然后就被史记抄录下来 史记的抄录又被资质通鉴抄录下来 如果是春秋记载大夫被杀 措辞呢 会有一点考究 表明内外有别 春秋作为鲁国国使 站在鲁国本位 记载鲁国大夫被杀的时候 动词会用刺 刺客的刺 记载外国大夫被杀的时候 动词才会用杀 这背后到底有没有深意呢 如果我们采取简单化的解释 那么杀和刺是同一词通用 如果采取复杂化的解释 深意确实可以很深 看一个例子 鲁锡公二十八年春秋有记载说 鲁国大夫公子买 带兵帮助卫国 这是卫生的卫 搞防御 没把事情办完就提前回国了 鲁国呢 就把他刺了 左传交代了这件事的详情 当时正是晋楚争霸的背景 鲁国和卫国都是楚国的小弟 而晋国呢正在攻打魏国 这个真的让鲁国是左右为难 救援魏国吧 这确实是盟友的义务 但晋国不好惹 不帮魏国吧 倒是不会得罪晋国 但楚国一定跟自己翻脸 怎么办呢 鲁国用了一个很不地道 但也很经典的手段 派公子买帮助魏国搞防御 但只是象征性的出出力 就赶紧撤回来 然后杀掉公子买 鲁国对晋国的解释是 可不是我们想帮魏国啊 是公子买自作主张 我们已经把这个坏蛋杀了 你们消消气 对楚国的解释呢 我们可是一心要帮魏国的 可没想到公子买呢 不禁止自作主张溜回来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坏蛋杀了 你们消消气 就这样牺牲了一个公子买 这两边呢都没有得罪 明明是拿公子买当替罪羊 为什么要说刺呢 古人的深刻把解读援引周礼 说这里的刺就是周礼当中的三刺 周礼搭建了一个巨细迷夷的政府框架 每个官职啊 都是框架里的一个节点 其中有一个官职叫做私刺 顾名思义 专门负责刺的相关事宜 此次隶属于司法系统 此是一个法律名词 大约相当于征求意见 内容呢一共三项 合称三次 要做司法宣判的时候 有些事情呢关系重大 必须征求大家的意见 一次是训群臣 征求群臣的意见 二次是训群力 征求小职员的集体意见 三次是寻万民 向全国人民呢广泛的征求意见 鲁国既然要拿公子买当替罪羊 如果悄无声息的就把他杀了的话 没法取信于人 所以必须大张其骨 通过三次引导舆论 大举呢批判公子买的罪状 要传达的意思是 第一 我们杀公子买是认真的 不是糊弄事的 第二 公子买最有应得 最大恶极 最该万死 所以虽然我们无权杀的 但也必须杀的 春秋记载大夫被杀事件 措辞上的考究还不止是这一点 比如鲁庄公二十六年 春秋记载 曹杀其大夫 杀的是哪位大夫呢 竟然没有提 左传也没有给出任何的细节 左传专家杜玉 有一个经典说法 认为春秋 凡是只提大夫被杀 但没有提死者名字的 都在表示死者是无辜而死的 这算不算过度解读呢 这个倒还真不一定 我们可以看看鲁文公七年 春秋记载 宋人杀其大夫 虽然同样没提死者的名字 但主语不是宋 而是宋人 左传记载了这次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 最后解释春秋那句 宋人杀其大夫 说春秋啊 之所以对凶手没提名字 是因为凶手人多 之所以对死者也没有提名字 是因为死者无罪 按照左传的这个说法 就可以反推凡是被杀的大夫 有被提到名字的都是有罪被杀的 看看春秋里边各国杀自家大夫的记载 对照左传果然竟是有罪该杀的 标准写法都是某国杀其大夫某某 就像自治通鉴这句 齐杀其大夫某 史记版本之所以没有提到国名 是因为有上下文衬托 默认这就是齐国的事情 那么按照被左传和杜玉解读出来的春秋笔法 在周显王23年发生的这起 齐国杀掉本国大夫某心的事件里 这位某心就算不是罪有应得 至少也该像公子买那样被强加了某个罪名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该回顾一下前边讲过的 陈国大夫谢也致死 那是鲁宣公九年 陈灵工和两位陈国大夫同时在和夏基斯通 大夫谢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对陈灵工做了一番苦口婆心的规劝 陈灵工虚心切手了意见 回去和那两个孙友商量办法 办法很简单 很直接把谢也杀了 春秋的记载是 陈杀其大夫谢也 谢也被提到了名字 但他有什么罪呢 杜宇认为 春秋不赞同谢也这种明知道朝政败坏 还非要直言劝谏的左派 所以才提了他的名字 让他和那些有罪而死的大夫在历史上获得同等待遇 好吧 如果这个道理真能成立的话 那么在资质通鉴当下这条 吉杀其大夫谋的记载里 我们越发无法判断 这位被杀的大夫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 是替罪养还是枉死鬼了 但至少司马光通过这一句来自春秋的标准剧情 揭示出一条春秋大意 杀掉大臣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宋朝人在发表这种意见的时候 倒还真不亏心 因为宋朝皇帝对士大夫阶层确实很优待 轻易不会杀人 以至于流传一个真伪难辨的传说 认为不杀士大夫是宋朝的祖宗家法 最后留意到思考题 宋朝对大臣和知识分子极其宽容尊重 但宋朝的士风真的就因此变好了吗 如果没能达到预期的话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 再见